炸彈馬拉松跑手賽後在天候站雲低死亡 消息說30歲姓張的死者是內地工程師 經鑽材計劃來港接近兩年 原定比賽後 和朋友到油尖旺區吃飯 他當日參加半馬賽事 早上8時半起跑 完成賽事後 在大約11時50分前往天候站 港鐵早前表示 事主當時坐在月台 車站職員有主動詢問 事主表示沒有問題 只是需要暫時休息 後來事主情況轉差 職員即時召喚救護車 和為他急救 事主送院之後死亡 大會亦在社交平台表示 深表哀悼 深切慰問死者家人